感觉到不可思议 也非常羡慕 天上跟我们人间时差不相同 现在人家时差 逃离天的一年 而一天呢 一天是我们人间一百年 我们人间一位 活一百岁也不错了 不容易了 可是逃离天人看起来很可怜 才一天呢 逃离天也是一年三百六十天 诸位要知道 他的一天是我们一百年 他也是三百六十天 你算一算 他这个时间就多长 天上虽然很幸福 至少 他们变化不大 也就是 他不会衰老 但是 他寿命到了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衰老了 寿命没有到 他没有感觉到他衰老 没有听说天人生病 生老病死苦 他是化身 他不是太身 所以没有生苦 没有老苦 没有病苦 只有一个死 临终前七天 他就生病了 那没法治 受命到了 天人的佛报 比我们大太多了 再往上去 那个佛报是越来越大 倍倍相成 真不可思议 所以人间 许许多多人 羡慕天堂 都想生到天上 学佛的人呢 这才明了 佛把这些事情 详细告诉我们 天是不究竟 寿命到了 还是要 还是要 轮回 还是会堕落 天眼理念最高的 是五色皆地 那那个地方的人 我们确实可以 承认他 他有高智慧 虽然是凡夫 高级凡夫 为什么呢 他知道 身体很麻烦 你看有身体 多少累赘 每一天 要衣食住心 如果没有身体 多好呢 你看 高级的凡夫 都不要身体 我们称之为 灵界 色界天 有身体 财色明时税 这五样 他们有了 他们不要财产 没用处 对他讲没用处 这个男女的 盈欲没有了 所以色界天人 一样 他是凭整 没有男女相 他也不需要吃东西 禅月为时 他也不要睡眠 这可多自在呀 那寿命至长 套离天 是望尘莫及 这是我们中国 所说的神仙 大半都是 在这个层次 所以中国修道成就的 那个成绩 也相当困惯 神仙 那连身体都不要了 这就是五色界天 身体不要 他不需要居住的环境 我们称他为灵界 这种思想 佛教没传到中国之前 老子就向往啊 你看老子说 我有大患 我有身 我最大的悠患是什么 我有身体 你看 他有这种思想 那么这种思想 他到哪里去了 肯定到五色界天去了 他也真有这个本事 为什么呢 道家讲求的是 随身大自然 而佛告诉我们 这三界度苦 在这个玉界 玉界六成天以下 到三窝道 都是说玉界 玉界有三种苦 有苦苦 苦苦是 苦是说什么 苦是讲 生劳病死 求不得爱别利 愿正慧 这都是在我们 从早到晚 天天遇到的 真叫苦不堪念的 第二种呢 叫坏苦 坏苦就是 这物质现象 没有办法 保存长久 也就是说 他有寿命 他会坏的 人身体 有生劳病死 植物 有生猪一灭 矿物 有沉猪坏空 沉住坏空 就是坏苦 我们古人常讲的 沧海丧天 让我们亲身体验的 无限的感慨 现在的变化 尤其他 无色界呢 又辛苦 无色界好啊 不能永远保持 寿命 寿命在场 他还是有寿命 寿命到了 他那个境界 保不住 所以佛法讲 三界 痛苦啊 那佛告诉我们 所当求的是什么 如何求脱离 三界六道之苦 人应该有这种志向啊 应该向这个方向啊 去努力 去迈进 这就对了 那么在东方 如是道 佛确实是帮助我们 超越三界六道 而儒根道呢 没处理 他们都般 在色界天 在无色界天 一般儒家了 没有离开 欲界 向上去的六层天 那么道家 可能升到色界天 无色界天 只有佛法了 才帮助你 超越六道轮回 六道之外 还有